沙中線的短筋問題搞到港鐵倒捨螺蟹 它是高層出來開了一個記者會 結果又是說到不清不楚 究竟那些鋼筋是剪短了多少條 這個這麼簡單的數字都說不出來 它要盡快 也都要將整件事一五一十清清楚楚 加一份比較完整的報告上來 我們都要好好地想一下 怎樣去監管一下港鐵 不要讓它成為一個獨立的王國 包括我的建議是將鐵路拓展處的職能提升 鐵路拓展處是可以真正有能力去管好港鐵 現在很多建設港鐵的運作 其實都是靠它黨務事局去管 但是我們見到政府似乎是沒什麼力 根據以往的經驗 如果用特權化的查就充滿著政治 因為每個議員都有各自的政治立場 那麼用政治去查一件事 可不可以找到真相呢 還是好像沿水事件一樣 透過一個獨立的法官去調查 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市民希望有真相 而安全就是我們核心價值 所有施工的團隊 工匠就要有匠心 如果沒有匠心 你做事只是那西媽夫 結果搞到賭捨羅蟹 那又何苦呢